大家好,欢迎来到幸福敲门,今天来给大家分享这样一个故事,我是被故意调包的真千金。 亲生父母找到我的时候,我已经加入了社区大妈的广场舞蹈队,他们看着一身花开富贵打扮的我,露出了嫌弃的表情。 你是姜晓晓?这衣服,看到我身上的花开富贵针织套装时,打扮得体的妇人神色一顿。 无视她眼中一闪而过的嫌弃,我把肩上扛着的大米和食用油往地上一放,又从购物袋里拿出保温杯。 喝了口茶后,我才看着面前的几人开口问道,你们就是我的亲生父母。 顾腹皱了皱眉,但还是点头道,我们是你的亲生父母。 那她呢?我看向他们身后一脸柔弱的女孩。 女孩的眼眶瞬间红了,她身边的一大一小两个男的,下意识就挡在了她的面前。 你别欺负晴晴姐。 小的沉不住气,直接把心里话给嚷了出来。 我看着这张和我有五六分相的脸,再看看顾佳这几人对她这句话的态度,瞬间觉得这家人挺有意思的。 于是就往身后的破沙发上一靠,用看戏的眼神看着他们。 或许是意识到了这句话的不妥,大的那个出来解释, 我们知道这些年你吃了很多苦,但这一切都是那个女人的错,情情她是无辜的,她的话还没有说完,出租屋的门突然被一群人推开。 穿着我同款花开富贵,真知套装的大妈阿姨,近来就围住了我的亲生父母,七嘴八舌地帮我告状,你们就是我们小小的亲生爸妈吧。 怎么才来呀?你们知道小小这些年都是怎么过的吗? 我跟你们说,小小那个养母可真不是人,这么老粗的洗衣棍,你们知道吧? 那女的拿起来是说打就打。 就是就是,平时不让吃饭就算了,大冬天的故意把小小的校服剪掉, 让她穿个破T恤去上学,中考的时候还把她关起来,不让去考试。 就说嘛,这世上哪有这么坏的妈,原来不是亲生的。 你们可得把她抓回来,还有你们家那个假女儿,你们最好也好好查一下, 大概也早就知道她妈故意换小孩,谁在哭啊。 带头的宣阿姨愣了下,一群大妈立刻四处张望,找抽气声的来源, 最后把目光停在了房中的白衣少女身上。 妹妹,对不起,我,我不是故意抢走你的一切的。 我,少女低下头,哭得两个肩膀都在颤抖。 这个该不会是。 宣阿姨睁大了眼,做了个晋升的表情。 我点头,她就是江洪芬的亲女儿顾婉晴。 小小,江洪芬是江洪芬,她做的那些事,和情情没有关系。 我生物学上的大哥顾行舟说道,顾家其他人也点了点头,对她的话表示赞同。 毕竟都是混南城广场五圈的人,几个老阿姨眼神一患,就看出里面的门道了。 不等顾家人继续说,我那除了我这辈子连亲儿子都没惯过的王大妈,就开始抢白。 哎呀,这话可不能这么说呀。 小姑娘无辜不无辜另说,可她这么一哭,你们让小小怎么办? 让她反过来安慰她吗? 王大妈直接拉开我遮挡住双手的衣袖,露出我手背上的伤疤。 你们看看,这可是她亲妈拿烧红的火钱亲手烫的。 再看看这姑娘,一身名牌,被你们养得细皮嫩肉的。 这要是还要小小给她道歉,反过来安慰她,你们自己觉得合适吗? 王大妈又看向顾婉晴。 小姑娘,你妈做的事也许不能怪你,但小小因为你妈这十几年过的可是什么日子啊? 你也发发善心,这个时候就别哭可怜了,你这样不是在戳小小的心窝子吗? 说着,我王大妈扯着衣袖擦了擦眼泪,就把我按进了怀里。 你这傻孩子啊,总是什么事都憋心里,以前没人疼没人爱的,现在亲爹亲妈来了,难道还会不偏心你,偏心别人吗? 这可是你亲爹妈,你有什么委屈该说就要说? 小小她亲爹妈,你们说是不是? 大妈团的目光齐刷刷看向顾家父母。 顾家父母尴尬地笑了笑,是,有什么委屈就和爸妈说。 被王大妈的一番话,堵得说不出话的顾婉晴,就只能睁着一双红彤彤的眼睛,咬着唇看着顾家人。 跟顾家人上车前,王大妈往我怀里塞了个购物袋,说是舞蹈队的新队服。 可里面装的却是一套款式很年轻的运动装。 我知道这是王大妈他们怕我开学,没衣服穿,特意去给我买的。 我说了声谢谢,把今天在超市抢的打折鸡蛋给了大妈们,又把新买的油和大米锁好。 一旁的顾行舟提醒我,这些东西没必要锁起来,以后也不会回来了。 我歪了歪头,瞧了眼,他身后拉着顾婉晴轻声安慰的顾家父母和弟弟,朝他笑了笑没有说话。 顾行舟回头看了看,忍不住说道, 小小,晴晴他不是故意的,他对你是真的愧疚,在家的时候他就哭过好几回了。 啊,对对对,我敷衍了两句,拿着大妈给我的新衣服,背上书包,直接钻进了车里。 车上,我看手机,顾家人看我。 轩怡在群里给我发了五千,这个是阿姨们的一点心意,不准不收。 王大妈也在群里给我发消息,小小啊,要是真在那边过得不舒坦,就回来。 其他阿姨也纷纷说是,我们这一片生活的都是底层人。 阿姨们现在虽然退休了,但每个月只有不到两千的退休金。 王大妈周大娘他们,还要在菜场摆摊赚钱补贴家用。 这些年,他们给我花的每一分钱,都是从自己的嘴巴里省出来的。 现在突然给我发这么大的红包,无非是看出了我亲生爹妈偏心,怕我去了顾家过不好。 小小啊,你这身衣服。 顾夫人拧眉看着我的花开富贵,终于还是忍不住开口道, 以后你就是顾家的小姐,穿着举纸都要得体。 而且你这个年纪,应该多交一些同龄的朋友,开阔眼界,拓展社交, 而不是天天和那些大妈们混在一起。 这方面,以后可以和情情好好学学,也能培养你们姐妹的感情。 顾夫人说的情真意切,一旁的顾婉晴自然也是配合。 她主动拉起我的手,态度轻易地让我直掉鸡皮疙瘩。 妈妈,你放心吧,我一定会好好交妹妹的。 妹妹,回去之后我就在我的衣柜里,给你挑两身合适的, 你身上这个,回去后就让保姆丢了吧。 就是,坐在顾婉晴身边的顾行语道,穿得也不知道是什么玩意, 丑死了,你以后要是还这样打扮,就别说你是我们顾家的人,丢死人了。 我愣了下,放下正在给我亲爱的大妈们回消息的手,笑眯眯地看着几人。 可是你们知道,我为什么总是穿着大妈衫吗? 因为她妈,也就是江洪芬,为了不让我去上学,把我的衣服都剪了。 不只是这样,就连隔壁邻居看不下去送我的旧衣服,也被她烧得烧减地剪。 后来,是你们看不起的那些大妈们,想了个办法,把我招进她们的舞蹈队帮忙。 说我身上穿的都是舞蹈队的队服,是舞蹈队的财产,她要是弄坏了就要她赔钱,我才能每天穿着大妈装正常出门呢。 对了,你知道你妈为什么不让我去上学吗? 我目光直直地盯着顾婉晴的眼睛。 是因为初二竞赛那次,她发现我和你分到了一个学校考试,她突然意识到,我再这样读下去,很可能会被发现。 哦,对了,刚才宣阿姨她们没好意思说。 你们知道中考那天,江洪芬把我关在房间里,还做了什么吗? 她放了个老光棍进来,说把我两千块钱卖给她了,让她和我动房,别说了。 顾夫人惨白着脸,用手捂着胸口,一副难以承受的样子。 顾家的其他人也都是面色难堪,不知该说什么的模样。 哼,我轻笑了声,仿佛看不见她们的脸色。 所以说呀,你们应该感谢我大妈,要不是她们砸开门,把我抢出去,又亲自送我去考场,今天我要么已经死了,要么被老光棍绑走,现在说不好已经是三个孩子的妈了。 这一下车厢里彻底安静了,我勾了勾嘴角,靠到靠背上,闭目养神。 或许是因为我刚才的话实在太过劲爆,一到顾家,顾家父母借口工作,立刻逃离了现场。 剩下三个,顾婉晴和顾行瑜也终于扛不住我的眼神跑了。 最后只有大哥顾行舟,带着我去了给我准备的房间,一楼刻卧改的。 我看了眼跑上楼的顾婉晴和顾行瑜,依旧只是对顾行舟笑了笑。 顾行舟瞬间有些尴尬,解释道,这只是临时的,我会让人把二楼的空房间重新装修,到时候你再上去住。 见我还是只笑不说话。 他面色微沉,小小,我们知道你以前吃了很多苦,但那一切都已经过去了,以后爸爸妈妈和我都会补偿你的。 你又何必故意抓着过去的事不放,让大家难堪呢? 很难堪吗? 我一边在房间里绕着,一边问,你没看到刚才爸爸妈妈的表情吗? 他语气责备,不单单是爸爸妈妈,还有晴晴,你觉得他听了你说的那些事,该怎么在这个家里自处? 我看到房间里的长条状工艺品,眼前一亮,操起来对着顾行舟就是一闷棍。 突然被打了一棍的顾行舟,捂着头愤怒地看着我,你疯了吗? 我颠着手中的棍状工艺品,笑道,很疼吗? 你说呢? 顾行舟看我的眼神仿佛在看疯子,姜小小,你给我道歉。 可这一棍已经是刚才打的了,而且这一棍比起我这些年所瘦的,连脑痒痒都算不上, 你干嘛非要抓着刚才的事不放,让我难堪呢? 哥哥,我学着他刚才说话的语气说道,顾行舟掖住。 而我只是对他挥挥手,直接关上了房门,摆摆,哥哥,晚饭,餐桌上。 或许是出于补偿心理,顾母特地问了我喜欢吃的,让人做了一桌子的肉。 见我毫无芥蒂地吃了,顾家父母脸上的神色才轻松了一点。 小小,以后你就是我们顾家的女儿,明天我会让赵秘书带你去改姓。 顾父说道,我环视了一圈在座的几人,最后目光在顾婉晴微肿的眼皮上逗留了一瞬,才问道,那他呢? 也要改回姓姜吗? 顾家父母刚放松下来的脸色又瞬间僵住。 顾婉晴神色一致,随即咬了咬唇,如果妹妹真的那么不喜欢的话,我可以搬出去住的。 她双目含泪地看着我。 江小小,你不要太过分。 沉不住气的顾行雨已经跳起来骂我了。 我只是问她要不要改回她亲生母亲的姓。 我神色淡淡地瞥了顾行雨一眼。 听到我没有要顾婉晴搬走的意思,顾家父母明显是松了口气。 看到他们的反应,我忍不住笑了。 不过既然她主动提起这件事了,那就按她说的,让她搬出去住吧。 毕竟她也说得没错,我确实不喜欢她。 江小小,顾行雨暴躁地瞪着我,你怎么这么恶毒? 亏得晴晴姐还和我说要把她的房间让给你。 晴晴姐处处让着你,你为什么还要针对她? 算了,阿雨,我知道妹妹她不喜欢我,这一切本来就是我该还给她的。 顾婉晴小声啜泣。 小小,顾母看得心疼,为难地看着我。 我却只是淡定地从口袋里拿出早已准备好的照片丢在桌上。 众人看清照片上的脸后,下意识都看向了顾婉晴。 因为顾婉晴长得实在和她亲妈江红芬太像了。 所以现在你们能理解,我为什么不喜欢她了吗? 我撸起衣袖,用双手撑着下巴,让小臂上纵横交错的伤痕,赤裸裸地展露在众人的面前。 或许是因为之前已经见过我手背上的伤,顾家父母张了张口似乎还想说什么。 我就直接将手臂内侧,将红芬用刀刻上去的剑狗两个字展示给他们看。 这一下,顾家人终于沉默了。 我心情很好地往自己的碗里加了两大块肉。 而处在原地去也不是流也不适的顾婉晴,就只能无助地看向顾家人。 顾行舟最终叹了口气,对我好言相劝,小小,我们知道这些年你过得很难,但晴晴从小就在我们家长大,和我们感情很深,我们是不会把她送走的,也希望你不要因为她妈,那个女人的事迁怒她,以后能和晴晴好好相处。 我放下筷子,没有搭理顾行舟的话,似笑非笑地看向顾婉晴,问道,那你呢,你想和我好好相处吗? 顾婉晴一愣,马上红着眼眶,委屈巴巴表态,妹妹,虽然我知道你不喜欢我,但我从一开始就是真的想和你好好相处的。 所以说,其实你从一开始就没想过要离开顾家吗? 我道,既然如此,你又何必动不动就说要把一切还给我呢? 就为了恶心一下我,顾婉晴眼底迅速犯起一丝惊慌失措,渲然欲气道,我没有,我不是,我却不打算再继续看她的表演,直接说了句我吃饱了就起身往二楼走。 这时,顾婉晴一终于反应了过来,追过来拦住我,你去二楼干吗? 刚才不是你说的吗? 你的情情姐要把她的房间让给我,我接受了。 我眯起眼,用和善的笑容看向顾婉晴和顾家其他人,不会这也是假的吧? 难道是知道我住在客房,故意说出来,刺激我的。 顾婉晴忙道,不,不是,我是真心想把房间让给妹妹的,只是,那就好。 我打断她,对一旁的管家道,那就麻烦宋阿姨现在就安排人,把顾婉晴的东西搬到客房吧,毕竟让我动手的话,少了点什么,我可说不清楚。 宋姨为难地看向顾家父母,怎么?顾婉晴自己都同意了,还有人有别的意见吗? 还是说你们觉得我不配? 我问道,不是,小小你不要多想。顾婉晴对宋姨道,就按三小姐说的办。 爸,顾婉晴睁大眼睛,摇摇欲坠地看着顾婉。 顾婉晴然别过头,催着顾行舟尽快安排二楼空房间的装修。 接我回来前没着急装修,这会儿倒是急上了。 真有意思,但更有意思的却是顾婉晴眼中一闪而过的怨毒。 我知道她终于是要忍不住了。 对吗?这才像那个假装自己打错电话,借着和陌生阿姨倾诉烦恼的名义, 暗示江洪芬看住我的顾婉晴吗? 第一次知道这件事,是江洪芬弟弟的儿子考上高中的升学业那天。 江洪芬喝得鸣鼎大醉,回来之后就一直得意地大笑。 他说他父母从小就偏心弟弟,为了给他弟弟结婚买房, 二十万彩礼把他卖给了一个老瘸子。 老瘸子意外死后,为了补贴孙子,他父母又抢走了所有的赔偿金。 可那又如何,他们费尽心血培养出来的孙子, 拼死拼活也就考个普通高中。 我的女儿就不同了,她一出生就成了公主,一辈子都会是公主。 只要没有你这个扫把星,对,只要没有你。 他醉熏熏地,想去找木棍打我,却倒在地上站也站不起来, 只是江洪芬往常喝醉都很安静。 这一次却一反常态,一直在絮絮叨叨地念着她的女儿如何如何。 从她含含混混,逻辑不清的罪话里,我拼凑出了整个故事。 我不是她的亲女儿,而她的亲女儿正在我的父母那里享福。 而且,她的亲女儿,似乎一直在装作不知情接近她,引导她让我远离我的亲生父母。 大妈妈知道后,立刻带我去报了案。 又怕我再遇到什么,就急资给我配了部手机。 但等我们从警局回去时,江洪芬已经消失了,顾婉晴的东西就都被搬了出来。 不得不说,她的东西是真多呀。 光是衣帽间里的衣服首饰,就塞满了整个客房。 加上别的,用了整整两个客房才赛下。 相比较而言,我随身带来的一个书包加一个购物袋的家当,看起来就显得十分寒碜了。 顾母有些尴尬地站在空荡荡的大套间里,看着我把仅有的两套衣服挂在足有整个房间大的衣帽间里。 方才因为我抢了顾婉晴房间的不悦,在这一刻变成了愧疚。 小小,她开口,我却只是假装看不见她神色的变化,依旧带着廉价蓝牙耳机和大妈妈视频打卡广场舞。 直到她躊躇着想要离开,我才扭过头,喊了她一声,妈。 她惊讶地看着我,眼中很快就溢出了泪花。 这是我回来后第一次开口叫她。 小小,她过来拉住我的手,真情流露道。 小小,对不起,这些年让你受苦了,爸爸妈妈以后一定会好好补偿你,绝不会再让你受半点委屈。 这一瞬,我的鼻子也小小地酸了一下。 那如果我告诉你顾婉晴和江洪芬一直有联系,你会相信我吗? 我问道,顾婉晴沉默了,经营的泪光卡在眼眶中,再不负方才的感动。 果然,和我猜的一样。 从刚见面我看到他们对顾婉晴的态度时,我就知道会是这样。 但我还是忍不住问了一句,即便不相信,你会让人去查清楚吗? 小小,这这不可能。 她慌张道。 我笑了,又恢复了平素平淡而无所谓的样子。 好,我明白了。 我笑着把顾婉晴推出了房间,我要休息了,顾夫人。 然后,毫不犹豫地关上了房门,也彻底关上了我心里的那扇门。 我拿出手机,给上面的一个头像回复了信息。 好,既然顾家人并不愿意帮我讨回公道,我便只能自己报这个仇了。 有了决定之后,我以顾婉晴没有改姓为由,拒绝了改姓和签户口。 对此,顾家人虽然有些不满,但也拿我没有什么办法。 在顾家待了一段时间,终于到了开学这天。 我穿着大妈们给我买的新运动装下楼,顾行雨一见到我,就吃笑出了声。 你不会想穿这个去报道吧? 宁华和你之前读的那种垃圾学校可不一样。 所以呢? 我拉开椅子坐下,直接脱了外套,露出里面的广告短袖T恤,还是说你觉得我这样去会比较合适。 看到我手臂上的伤痕,顾行雨的脸色马上变得难看起来。 顾母立刻拿出一张银行卡递给了我,这是我和你爸给你的零用钱,你可以去买点你喜欢的衣服。 我看了眼面前的银行卡,问道,这里面有多少钱? 十万。 顾母道,以后每个月我们都会往这张卡里打十万。 顾母说,这些的时候,顾婉晴的眼中浮现出一丝得意。 能先给我六十万吗? 我问道,顾行雨立刻嚷道,江晓晓,你以为你是谁? 我和晴晴姐每个月零花钱也就三十万,就凭你还想比我们多。 顾行雨的声音,在顾家其他人的目光中戛然而止。 哦吼,有人自曝卡车了。 我弯了弯嘴角,平静地看着几人。 那个小小,我和你妈是考虑到你原来的情况,所以才酌情定了十万。 顾父不甘不尬地解释道, 我没有说话,继续看着他。 顾行舟见状问我,你要六十万干吗? 我们家虽然有钱,但你刚回来,我们也不希望你学会那些,爱慕虚荣铺张炫富的做派。 是吗? 每种做派,生日就送三千万珠宝的做派。 我从嗓子里带出些讥讽的笑意,这是照顾顾婉晴的庸人故意和我说的。 顾婉晴去年生日,顾行舟直接从拍卖会,拍了一条价值三千万的粉钻给他。 本来是想和我炫耀,让我认清自己的位置,但我这么坦诚的一个人,当然是有疑问就问了。 顾行舟眸光一冷,你能不能别每一句都这么尖酸代词。 我笑着反击,你也可以不用每一句都那么阴阳怪气,想说我不配,直接说就行了。 这些年,他妈妈天天都骂我是婊子贱货,根本不配活着,我早就习惯了。 顾母忙出来或稀泥。 小小,你哥哥他不是这个意思,他只是想知道你要这么多钱干什么。 我问顾母,如果顾婉晴花了六十万,你们会问他干了什么吗? 顾母掖住。 当然不会,就像你们家庸人说的,顾婉晴随便订个包配货就能花掉几十万。 我看着顾母,而我想花钱去掉身上这身疤,也是爱慕虚荣铺张炫富。 顾母睁大了眼睛,眼中瞬间充满了愧意。 但我很清楚,这点愧疚不过是暂时的,很快她的心还是会添到顾婉晴的身上。 所以我直接起身道,我吃饱了。 顾母见我往外走,忙道,等等,让司机送你。 我回头看了顾婉晴一眼,拒绝了,这个时候你确定想让我和你们的宝贝养女待在一辆车里。 我可不敢保证,我看着她这张脸会做出什么举动。 这下顾母也不说话了。 我又故意看了下顾行舟,笑道,对了,今天的话伤害到我了,所以从开始我就不回顾家住了,除非始作俑者向我道歉。 顾行舟面色一明,我原本打算走出别墅区后再打车,没想到走到一半,后面就响起了顾行雨的声音。 喂,你上来。 她在车窗里满脸暴躁地冲我喊。 我瞥了她一眼,当没听到,晴晴姐没在,她让司机停车,跑过来硬是把我拽进了车里。 你是傻子吗?知道从这里走出去要多久吗? 她把我按在座位上,对我大声嚷嚷道。 我看着她,她们不知道你跑出来送我吧? 要,要你管。 她烦躁地挠挠头,又丢给我一张银行卡,里面有一百万,你找个好点的医院,把你身上的疤去了,难看死了。 我把卡扔了回去,不要,你不是很讨厌我吗?谁知道你安得什么心?你毕竟是我姐。 她哽着脖子大声道,仿佛这样就能显得她很有礼。 但说完,她的脸又一红,别别扭扭地转开头,只要你不欺负晴晴姐,我可以勉强认你这个姐姐。 不用勉强,我道。 你。 她气哼哼地踢了一脚前座,却还是把卡赛进了我的书包里,反正我给出去的东西从来没有挽回要的。 你为什么对顾婉晴这么好? 我下意识问了一句,就因为她和你一起长大。 当然不是,小时候我逃课都是晴晴姐帮我打掩护。 我想玩乐队,爸妈反对,也是晴晴姐把她的零花钱给我支持我。 总之,每次我闯祸,都是晴晴姐帮我。 是啊,就连你考试都是你的好姐姐帮你作弊。 我无不嘲讽地说道,顾行语一惊,你怎么知道? 不是,你不要污蔑我。 我看着她的反应,就知道那个人给我的资料,和我这段时间调查到的事都是真的了。 顾行舟早就知道,顾婉晴不是顾家的亲生女儿,并且还和顾婉晴是那种关系。 她为了将来能赌掌顾氏。 一方面利用顾婉晴和江洪芬的关系,让我回不了顾家。 另一方面,又缩使顾婉晴各种灌着顾行语,将她培养成一个废物,让顾行语完全和她失去竞争故事的资格。 再想到这几天所看到的顾行舟,对顾婉晴明里暗里的维护,我就感到一阵恶寒。 到了学校门口,我下车,又看了顾行语一眼,最后还是道,看在这一百万的份上,我劝你一句,离你那好哥哥、好姐姐远点。 被人卖了还帮人数钱,也不知道顾家的父母是怎么想的,到了班上我才发现,他们竟然把我和顾婉晴安排在了一个班级。 果不其然,我刚走进班级,班上的人看向我的目光就十分微妙。 尤其是在看到我身上的廉价运动服时,有人甚至吃笑出了声。 什么人啊,不会以为被顾家收养了,就能和我们平起平坐了吧。 有人用不大不小的声音说了一句,想来是顾婉晴已经提前,和她的这些同学说了什么了。 但班主任却好像没听到一般,只是让我上台做自我介绍,下面的人纷纷向我投来轻蔑的目光。 顾婉晴的眼中,更是闪过了一丝按捺不住看好戏的神情。 这个人还真是不长记性啊。 所以我依照国际惯例脱了外套,然后真诚地和在场的人介绍起自己。 大家好,我叫江晓晓,班上的顾婉晴,从某种意义上算是我的姐妹。 之所以这么说,是因为当年她的亲生母亲,为了让她过上好日子,趁着在顾家帮佣的机会,将我和她调包了。 而我身上的这些伤,就是她母亲。 在我说到自己身上的伤势怎么来的时候,班级里出现了我熟悉的沉默。 这个年纪的人是最容易被煽动的,同样也是最容易被道德感压垮的。 更何况就连班主任看到我身上的伤痕时,脸上都不由有一瞬的不忍。 看得出来,今天有不少同学晚上回去会睡不着觉了。 当然最睡不着的那个人,肯定是顾婉晴。 他大概是没有想到,我会这么坦诚地毫无羞愧地在所有人面前,揭露出自己不堪的经历。 但我又为什么要觉得羞愧?如果这个世界连受害者的伤口都容不下,那么错的应该是这个世界。 我直视着已然不知道该如何是好的顾婉晴。 笑道,所以婉晴姐姐,对于我的话,你还有什么要补充的吗? 顾婉晴愣住,泪光盈盈地看了看周遭的目光,最后终于顶不住压力,哭着跑了出去。 下课之后,刚刚还在等着看我出丑的同学,纷纷过来关心我。 这时,我的手机铃响起,来电显示的名字是顾行舟。 我直接按了挂断,一旁眼间的同学问我,你怎么不接? 我坦白道,我哥偏心顾婉晴,这个电话时有八九时来骂我的。 同学们看我的眼神中,就又多了一丝同情,甚至还给我说起了顾家的八卦,包括顾婉晴那个至今没有露过脸的未婚夫。 你得留心点,以前富时宇是好,但现在富时宇都成植物人了,你小心你家把这门联姻按在你头上。 上课零响前,我的心同桌小声提醒了我一句。 我又想起了手机中的那个头像,见一面吧。 我给那个头像发道,放学后,我回了幸福村,先找到了宣阿姨和王大妈,给了他们十万,做舞蹈队的活动经费。 然后去百叶式的地方找到了周寻,把存着整整七十万的卡往他的小摊上一拍,道,老板来碗面,吃完收摊,从明天起,你给我回学校上课去。 周寻呆住,拿着锅铲在原地发了半天证,才听明白我的意思。 周寻曾经从江洪芬的拼透手里救过我的命。 也曾经为了给我买药偷过东西,被人打得鼻青脸肿。 如果说大妈妈给了我长辈的关怀,那周寻就是唯一一个会为了我活出命的人。 我曾经期待和她一起考上理想的大学。 但她妹妹病了,手术费加育后治疗需要六十万。 即便是保守治疗,每个月也需要好几千的医药费。 为了给她妹治病,周寻放弃了学业,白天进场,晚上白炒面摊。 周寻看着我,眼泪一磕磕地往下掉,张了张口,又不知该说什么,就用袖子擦了把眼泪道,你等一下。 说着,就给我炒了一碗面。 吃碗面,我交代周寻,一定要赶紧回学校去。 阿寻,你和我都是在泥潭子里挣扎的人,有了机会咱们就一定要爬出去。 说完,我离开了面摊。 刚走出夜市,转进小巷就遇到了一个人,本该躺在床上当植物人的副食语。 他就是这段时间,我一直在联系的那个神秘人。 顾行舟藏匿江洪分的地方,江边,黑色的轿车中,他将一个信封递到我的面前。 我有些惊讶,你不怕我拿到江洪分的行踪后就后悔,不和你合作吗? 他笑了笑,好看的眼睛微微弯起道,你不会,因为真正把你害成这样的人,除了江洪分,还有顾行舟和顾婉晴,这点我们目标一致。 半年前,傅食语出车祸的那天,他撞破了顾行舟和顾婉晴偷情。 当时顾婉晴跪在他面前求他原谅,而顾行舟却偷偷偷让人在他的车上动了手脚。 那场车祸虽然没有要了傅食语的命,却让他昏迷了整整三个月。 三个月的时间,那点证据早就被处理干净。 所以傅食语隐瞒了自己苏醒的消息。 一边着手找出傅家和顾行舟勾结的人,一边找机会向顾行舟和顾婉晴报仇。 据我的人调查,那天将红分会突然和你酒后吐真言说出你的身世,应该也是顾行舟让顾婉晴安排的。 因为顾家不愿意放弃和傅家联姻的好处,但顾行舟又不舍得让顾婉晴嫁过来,所以才设计让你回到顾家。 傅食语看了眼,我手臂上露出的伤痕,抬手摸了摸他手臂上因为车祸留下的疤,嘴角微扬,为了让你代替顾婉晴嫁给我这个职务人。 等等,如果我没记错,法定结婚年龄不是二十吗?你们豪门联姻这么草率的吗?我忍不住问道。 傅食语正了下,然后自嘲地笑笑,利益交换之下,没什么不可以的,领不了证就让人先嫁过去,重要的是地结因亲关系背后的利益。 不过我们这次的计划,一定会让顾是遭受重创,所以我个人还是建议你想清楚。 傅食语道,毕竟那是你的亲生父母。 我捏了捏手中的信封,又想起这几日与顾家父母相处的时光,坚定道,不用想,这一局我入。 因为我很清楚,只要有顾氏的庇佑,顾行舟和顾婉晴,就永远都不会得到他们应有的惩罚。 我在外面住了半个月,并拉黑了顾家所有人的联系方式后,顾行舟终于还是屈尊,降跪来和我道歉了。 只要是因为想让我出席,顾婉晴十八岁成人的生辰宴,顺便将我介绍给众人,让大家都知道顾家还有我这个女儿,为让我嫁入傅家做准备。 只不过我倒是没有想到,顾家竟会如此,连个单独的欢迎会都不愿意给亲生女儿办。 顾婉晴生日宴这天,顾家父母几乎把凝成的整个富豪圈都请来了。 顾婉晴穿着最新款的礼服,戴着千万级的珠宝站在顾家人的中间,而我则穿了件遮住手臂的礼服站在一边。 顾父看着我的装扮和仪态,满意地点了点头。 等顾婉晴亮完相后,顾母才过来挽住我的手,将我介绍给在场的人。 顾母走后,顾行雨跑过来上下打亮了我身上的礼服,就没到。 这不是去年的款式吗? 我看C牌不是送了好几款高定来吗? 你干嘛不穿? 不对,你怎么还挡着手臂? 你没去做厨疤吗? 江小小,你不会是骗我钱吧? 她躲着周围的人小声愤怒道。 看着她这张二傻子的脸,我无奈地叹了口气,但她却似乎因为我这一声叹气,脑补出了什么? 你是不是知道了? 什么? 爸妈要把你嫁给幸福的那个植物人的事? 她皱眉看着我,又塞给我一张卡,你要是不愿意,就逃吧。 这里面还有一百五十万,你拿着跑路,等你以后结了婚再回来,他们也就没办法了。 你就不怕我跑了,他们把你的情情解嫁过去。 不会的。 她道,就算爸妈愿意,大哥也不会同意的,他的声音越来越小,脸上是藏也藏不住的心虚。 也不知道她到底知道了什么。 这时,顾婉晴已经走上台发言了。 天哪,那是什么? 人群中有人看着台上的大荧幕惊呼。 还没反应过来的顾婉晴不解地回头,就看到了她和顾行舟越轨的画面。 这是兄妹乱伦,台下的人窃窃私语。 而顾婉晴则早已面如金纸了。 这时,还是我身边的顾行宇,猛地冲上去,护助顾婉晴,喊着让人把头影关了。 只可惜她的话才喊了一半,头影上就出现了另一段,傅时宇让人跟踪顾婉晴和顾行舟拍到的画面。 顾行宇,她就是个傻子,我指哪儿她就打哪儿。 到底还是哥哥你聪明,让我从小就惯着她去做那些乱七八糟的事,她还以为这是我对她好呢? 头影的插座被拔,视频也戛然而止。 原本还在护着顾婉晴的顾行宇,木然看着身边的顾婉晴和面前的顾行舟,脸上竟只剩下了分不清哭笑的表情。 我知道这一刻她的世界关崩了。 顾家乱成一团,我则给傅时宇发了一条。 好,好了,就转身离开了现场。 这就是我今天回到顾家要做的事。 很快顾家的这场闹剧就登上了热搜,引起了巨大的舆论风波。 就在顾家人被舆论搞得焦头烂额的时候,傅时宇出手了。 先是顾家的几个子公司被调查,接着顾是在做的几个大项目,纷纷爆出了问题,银行方面也开始拒败。 加上顾家本来就处在舆论中心,这一下顾是下面品牌纷纷被网友列表抵制。 顾是的净品也开始落井下石,顾是产品曾出现的问题,被挖出来大肆宣传。 而就在顾家父母因为税务问题,被带走调查的时候,傅时宇让人爆出了顾行舟买凶杀人的事。 原来,江洪分当年的那个拼头,根本就不是讨赌债失踪了。 而是因为发现了江洪分调包我和顾婉晴的事,以此勒索,而被顾行舟买凶杀了。 这一整套组合权下来,顾氏的股价已经跌到了谷底,大量项目违约,加上税务问题。 顾家面临的将是巨额的违约金和罚款。 在这个过程中,傅时宇趁机并购了不少顾氏的核心业务。 当然,他也给了我相应的回报。 而我除了协助警方抓到江洪分,依旧把全部的精力放在读书上。 好在因为由我一开始坦白深事的是打底,班上的同学在知道顾氏的时候,对我的遭遇更多的还是同情。 高考结束后,江洪分的案子也终于被判了下来。 我终于亲眼见到了他进了监狱的这天。 高考成绩出来的这天,周寻培已经成年的我去户籍中心改了名字, 不姓顾也不姓江,和周寻姓周,名向阳。 以后的我,心生向阳。 这之后顾行宇和顾母也来找过我。 顾行周和顾府都已经进了监狱,顾婉晴因为刺激太大精神失常,杀了几次人也被关了起来。 伤心之下,顾母便想来我这里寻找他失去的亲情。 但我没有见他们,只是把顾行宇之前给我的钱还给了他。 至于这些钱够不够他们偿还那些巨额债务,就不是我关心的事了。 可我没想到顾母会上门来读我。 她说,小小,妈妈是真的知道错了。 但我只是静静地看着她道,顾夫人,当初我问过你, 如果我告诉你顾婉晴和江洪分一直有联系,你会相信我吗? 你还记得自己的回答吗? 从那天起,我就没有妈妈了。 顾夫人面色煞白,而我没有再多说什么,静止离开,走向我的心声。 好了,这个故事就和大家分享到这里了,感谢大家观看。